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各位好 我是Alan Alan昨天无意间哪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什么消息 说说看 我看看到底有多么惊人啊 就在我看来非常惊人 就是美国人每年花在买牛仔裤 就光买牛仔裤啊 它的金额是4.5亿美元 其实对我来说还就没那么惊人 因为你讲美国有两三亿人 是吧 平均就是两美元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牛仔裤早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几乎就是每个人美国人一过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如果到现在中国人或者全球人 几乎每个人应该都有至少一条牛仔裤 是吧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每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条 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了牛仔裤 他就是fashion icon 时尚教主潮流的代表 我就不黑了啊 脑子里突然冒出好多个这种组合 组合 是的 其实在1847年的时候这个 Levi Strauss 他谁呢 他是这个制作出第一条牛仔裤的人 当时呢 他也是去这个San Francisco淘金 那个时候淘金热嘛 对吧 去淘金的人特别多 淘到黄金其实不容易 因为这个人很多 金很少 但是他很聪明 他就想到另外一个淘金的办法 他看到这个当地的矿工啊 都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当时也去淘金 会在这个地上工作的时候 裤子不是特别耐磨 所以说呢 他就觉得这些矿工应该很需要一种质地比较坚韧的裤子 做工的时候穿就穿的比较久 耐用嘛 然后就想啊 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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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突然发现 做这个帐篷的这个帆布 是吧 那应该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布吧 是 特别厚 然后就造了一批裤子用这个帆布 然后卖点当地的矿工 哎 没想到这个销量特别的好 这个Levi Strauss真的是特别有金商头脑啊 这都能想出一个挣钱的主意 他一看这个裤子销量这么好 马上呢 就几年后啊 在1853年迅速就成立了一个公司 他又开始做一些这种纺织品的生意 卖一些什么裤子呀 靴子呀 就给这个美国西部的一些零售商们 像这个 他现在 他当时啊 成立的那家公司的名字叫做Levi Strauss & Co 觉得很熟悉吗 这个名字 当然了 这家公司其实就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Levi S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哇 原来李维斯的全称是Levi's Drauss and Nicole 这么长 并且听上去特别的洋气 是Levi's 是吧 Levi's 不是Levi's 不是Levi's 也不是Levi's 对对对 虽然这个他是做出第一条牛仔裤的人啦 但是呢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过嘛 他卖给矿工的裤子啊 其实还不算是真正的牛仔裤 In 1873 The Blue Jeans is born 是的 到了这个1873年 真正的蓝色牛仔它才诞生 它的产生呢 它的目的主要是 To create riveted for strength workwear 就是创造一种非常有力量的 质量特别特别好的工装 是的 在这第一条蓝色牛仔裤诞生之后呢 这个李维斯公司啊 就开始当广告了 特别聪明是吧 嗯 因为他想扩大这个规模嘛 在1886年的时候 美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牛仔裤的广告 就是一条牛仔裤在这个中间 两个人骑着马 从两头拉这样一条牛仔裤 对 这个广告旁边啊 这个还配了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标语 It's no ease They can't rip 就是告诉大家啊 你别费劲了 这条牛仔裤呢 质量是好的很的 不会被这两头马给扯开的 哎 没想到很多年前广告就这么夸张了 我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的一个西孟斯广告 就是说一西孟斯忘了是什么牌的啊 主要是不想给你做广告 没有收广告费啊 就是坦克往上面压 然后呢 来回来去的压 一点事没有 一点事没有 就是坦克一下来 登 床也起来了 哎 我也想起来一个广告 某牌的吉之堂江 来追我呀 那个女生就说 然后这个女生啊 就喝了一口吉之堂江 跑得特别快 连豹子都不怕了 就是不会哮喘了 是吧 是 沐浩老师应该喝的不是吉之堂江 喝一口酒 又陪我 一口气跑到北京了 广告我觉得我们心一半就行了对吧 是 说这个李维斯的这个 2Horses的广告图片啊 the logo is first branded onto the left patch of the XX gyms in 1886 and it's still used today 这个1886年出现的广告图片呢 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李维斯的logo 这个XX讲的是不是501 不是501 它是501的前身 后面把它改名改成501系列的 是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拥有一条501 但是现在的501质量不太好了 所以说你知道吗 现在有些人去收那种老板的501 就是以前别人这个 经典一些 对 这个vintage501 对 还有这个 其实有李维斯裤子的听众 可以自己去看看自己裤子的logo 你看是不是有没有两头马 在拉扯这条牛仔裤 我还真没注意过 我一会儿也看看 可以去看看 是 我去厕所了 其实你还可以去试试 就是你去实验一下 是不是真的两个马 Two horses 都扯不破这条牛仔裤 行 一会儿让木木老师 和卡拉老师 一人扯一人 把我们两个当做马 是吧 但是你别说啊 这个广告夸张 它是夸张 那确实是一种 非常好的方式 来吸引顾客 对吧 没错啊 这个李维斯 每次的广告图都特别的吸引人 In 1912 李维斯在1912年 他发了一张广告图 是几个小孩呢 非常开心的 在一起玩这个 悄悄玩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个人 都穿了一条 One Piece Deming Play Suit 就是牛仔连体裤 这个Denim 是粗纹布的意思 Play Suit 就是我们经常 夏天的时候 穿到的连体裤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可以去这个 Google上搜索一下 是吧 这个Play Suit 装什么样子 Denim Play Suit 对不对 因为我刚才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搜了一下 因为你没穿过 一般都女士穿的比较多 是这样子是吧 对对对 我试着 试着穿一下 鼓励 你有老师穿一下 旁边的广告语 写的是什么 这个Denim Play Suit 旁边写的是 Child's Play Child's Play 就是孩子们之间的玩耍 对吧 这个就是李维斯 专门为孩子们 设计的一款连体牛仔裤 这就好了 这个你看看 这个公装牛仔裤 就打开了男士的市场 连体裤呢 又打开了小孩的市场 接下来呢 这个李维斯啊 就很聪明的 将市场转向了 Ladies 女士了 没错 在这个1918年的时候 在李维斯的广告上 出现了一个优雅的女士 穿着一条牛仔裙 广告上写着 Aja A new one piece Garmin for women 专为女士设计的 比较轻薄的这个牛仔布料 广告语还补充了一句 For work or recreation 你看这些广告 多会吸引人 是 你看这广告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这个牛仔裙呢 非常的舒服 工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穿 娱乐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穿 对 你穿穿穿穿穿穿穿 穿穿穿 你看这几个广告啊 他完全把这个男女老师 都给强行捐粉了 对 可不呗 对了 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说 李威斯啊 李威斯啊什么的 对吧 其实呢 是在1928年 Levi Strauss and Nicole registers the name Levi's as a trademark Levi Strauss在这个 这个公司啊 在1928年 才把商标注册成了 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 Levi's 李威斯 不是Levis Levi's 对 Levi's Levi's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 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 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 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我是亚文 我是木木 我们下期见 拜拜